这台造价超过一千五百万元的多功能行动医疗车 1月29号来到台东县兰宇乡 兰宇族人比照传统新居落成的仪式 有台东县卫生局长以猪血在轮胎 方向盘等处沾上猪血为医疗车赋予生命 同时祈求医疗车能够保卫兰宇族人的健康 地理环境的限制造成我们医疗的资源 很不容易带进来 我们也知道早上没有公车 没有电力的交通工具 以往都要去早上 现在就可以在乡兴的家里工作 过去我们生病非常非常的可怜 你可怜我我也可怜你 那现在有这样的精密的一切 对来与来讲 真的是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为了改善离岛预防医疗资源 不足的问题 台东县卫生局向卫生福利部 争取了造价不菲的多功能行动医疗车 当中备有超音波数位X光影像系统 生化仪器等将可以提高部落疾病筛检 子宫颈抹片筛检 以及诊断的时效 将会从预防角度加强蓝宇民众的健康品质 记者乌曼西亚立大圣台东蓝宇采访报导 也不错了 感谢大家